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五年过去了,赵丽颖跟林更新组CP,这一对太火了 最近,那鱼真是流行文艺复兴啊 不仅热搜上都是周杰伦,王心灵这种童年男神,女神的歌,连新剧都开始搞二单了 没想到五年过去,Alice姐还能看到赵丽颖跟林更新组CP 说到这一对,当年那可太火了 从16年5月30日电视剧《楚桥传在横电开机》开始 他俩就受到了很多关注,因为林更新和赵丽颖之前大爆的角色 刚好都是古装扮相,一个是宫廷剧《步步精心》,另一个是仙霞剧《青云志》 果然,17年播出之后,楚桥传在湖南卫视创造了最高单日17%的收视率 播出才40天,网络放量就突破了300亿 哪怕斗肖饰演的烟巡很有反差魅力 占星月CP的粉丝依然是多数 大家对他们这种从针锋相对到惺惺相惜的感情刻声刻死 以至于现在哪部电视剧有主角落水,都会有谈目问,能不能帮忙捞一下宇文月 双影号 可以说,赵丽颖和林更新是近几年呼声极高的荧幕情侣之一 有客花絮的 因为当时他俩拍完吻戏之后 赵丽颖看回放觉得不是很好 想再来一条 可一回头却发现林更新人没了 被工作人员无情揭穿 他跑啦 害羞 捂着脸跑啦 还有客户动的 林更新那时候可太宠了 或是给赵丽颖送外卖 或是陪着他闹到一整套表情包发完 按照他的预想,一点点给他发红包 这段看他拍哭戏太辛苦 给他送玩偶的采访 直接戳爆了无数人的少女心 记者,你送了小熊给他 那你在剧组里很关照大家的情绪吗? 双影号 林更新 不是说我会照顾到每一个人的情绪 因为那个时候临近拍摄的尾声 我也杀青了 我就在边上等他拍完他自己的戏 他们讲丽颖又拍哭戏 又为了赶进度三个组来回跑 我就说把这个熊放在他那个车上 会不会开心一点 结果他回来就挺开心的 所以,后来他俩不仅合体拍了杂志时尚新娘 还一起带淫了剑侠情缘手游 连续拍了两个小短片 这次也是订装照都没出 只放了个仙导杂志照 大家就开始上透了 话题里头期待二搭的人 10.9瓦中有9.4瓦那么多 雨凤行的援助也跟着又火了一波 那段女主逃婚路上被打回原形 让小贩拔光全身的毛当肥机卖了 然后遇到男主的场景 好多人都表示看笑了 连他俩这没几个字的评论 都让CP超话再度复活了 林更新 双Q小赵 赵丽颖 你怎么还在四川 大新 双引号 唯一有争议的 就是林更新的体重了 因为赵丽颖为了打得凶一点 已经提前进组练耍枪了 如果男主连与文乐轻瘦的程度都达不到 很多人怕自己没法带入她是神军的设定 不过 Alice姐觉得不用太操心 因为之前采访的时候 林更新增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找到合适的角色和戏 一定要进步 别人看可能会觉得这部没有突破 也正常 因为不是每一部戏 都会有角色让你有一个突破口 但与凤行这部挑战还是挺大的 不仅性格跟她以往的角色有差别 制作也特别大 而她已经好几年没再出代表性角色了 相信不会傻到错过这个机会 那么对于赵丽颖和林更新再次合拍电视剧 你期待吗 从软萌可爱到清冷气质美女 带你解析赵丽颖的颜值 从花千古再到谁是凶手 可以说小编是看着赵丽颖从一个软萌妹子变成如今的清冷大美人 小编也没料到 时间不仅改变了容貌 连气质也是随之变化的 不得不说她的拖变很成功 一下子拓宽了戏路 今天小编带大家抄抄赵姐的转变思路 想学的妹子看起来 首先赵丽颖是标准的娃娃脸 方圆脸 正面看下巴圆润 下颌拐点低于嘴角 侧面看下颌线很是清晰 苹果肌和额头也很饱满 早期的她走的更多的是甜美路线 虽然可爱漂亮 但是也是限制颇多 其次从五官分析 她的眼睛大而有神 是好看的性眼 自然的开扇形双眼皮笑起来浅浅的卧蚕 显得可爱 平易近人 即使是现在风格转变 也保留了眼睛甜美问头的感觉 她是标准的水滴鼻 高度 弧度 鼻翼脂肪和海凹线都是恰到好处 正面看鼻头很是圆润 侧面看鼻梁则略显英气 符合骨香气质美人风格 小编觉得主要还是妆容上的变化 以前的眉毛多是短粗 上扬 如今的眉毛变成了有弧度的细长弯眉 眉毛强调毛流感 眉尾收的间隙 而早期眉眼间俱进 显得眉压眼 现在拉高眉眼间距 五官更加舒展 眼妆也是 早期过于强调眼线和睫毛的存在 对于扇形双眼皮来说容易嫌眼小 现在强调卧蚕和细长的眼线 强调根根分明的上下睫毛 可以纵向放大双眼 早期唇妆也是粉色系嘟嘟唇 显得元气少女 如今更是大红唇显气质 端妆 如今轮廓清晰的唇线显得妆面更加干净清爽 它并不适合留其刘海 会显得吐气 现在的八字刘海和蓬松的卷发更具气场 九位宋庄美人大PK 赵丽颖惊喜 刘亦菲惊艳 都不敌和情让人难忘 梦话录热播 刘亦菲从先见其遐传的赵灵儿 变成了梦话录中的赵盼儿 一个是不识人间烟火的天仙 一个是不拘一格的江湖女儿 两部剧时隔十六年 人物性格也大不同 好在神仙姐姐助演有数穿上颂装 颜奇古装剧来到也算是游刃有余 无论这部剧的内容和利益怎么引发争伦 但起码在一件事上观众们达成了共识 刘亦菲很美 颜奇古装剧更美 但纵观近年的颂风大剧 若真的将演绎颂颂的美人也排个名的话 刘亦菲虽能位列其中 却未必能称霸榜首 女主厨拥有较好的美貌之外 与角色的贴合度 上等的气质都是夺冠的必杀技 刘涛身材壮硕成败笔 江书颖不敌任敏 刘涛的名字几乎成了贤妻良母的代名词 形象和口碑都维持得不错 与老公携手录制亲爱的客栈狂蓝粉丝 坐实了贤内注的名号 一部欢乐颂又拓宽了商业女强人的戏路 事业发展的顺风顺水 可偏偏 她接引了大宋公子饰演了皇后刘娥 且从少女时期一直演到登顶后卫 彼时 已经年过四十的刘涛即便保养得再好 也不可能与豆蔻年华的少女相比 所以被网友嘲笑脸垮也并不意外 刘娥入宫后的一场沐浴戏 更加剧了这种嘲讽之声 刘涛壮硕的身材远 比脸垮更脱离人物形象 绝代佳人的纤细柔美之感荡然无存 虽到后期 刘皇后头戴凤冠 面着珍珠的造型让刘涛打了个翻身仗 可前期的败笔 难让刘涛与其他宋风美人相媲美 与刘涛壮硕的身材不同 江书颖拥有近乎完美的身高比例 现代剧中 只要她一出场 其他女星就很难出彩 所有人的目光都会聚焦在这位美人身上 可在现代剧里无往不胜的江书颖 却难以拿捏住宋风美人的人设 江美人的五官棱角分明 鼻梁高挺 颧骨突出 面部线条感清晰可见 这种五官虽在镜头中非常有质感 但却不够柔和 现代感太强 古装韵味不够 她饰演的曹皇后美则美矣 只是这轻瘦的现代面相 实在难让人入戏 再加上江书颖平平无奇 没啥起伏的演技 整体给人的感觉就是大明星在拍古装写真 反倒是剧中饰演公主赵辉柔的任敏 要比江美人更具颂风韵味 任敏并未拥有让人一眼惊艳的外貌 但其柔和不争的气场与华贵的公主人设非常吻合 在以绫罗绸缎加深 配上她清澈的眼神 古朴之气迎面而来 该剧中 另有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演员 其古装扮相更胜一筹 王楚然 她的五官既精致又不失灵动 尤其是一双凤眼遮盖了五官锋芒的锐气 使其整体气质更加端庄大方 虽然剧中她饰演的宠妃嚣张跋扈 是宠而骄并不讨喜 然而单纯从古装美人的标准去评判的话 王楚然或许能位列刘涛和江书颖之上 与王楚然的娇艳动人不同 李依童诠释的宋风美人 像是一幅水墨画 总是淡妆素压 比如鹤丽话亭中的陆文西 虽然这部剧的背景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宋朝故事 但服饰却是传承着宋风 奈何 这部剧男女主两人的哭戏又多又投入 李依童每次落泪都像踩中了观众的痛点 怜惜之情频频惹人共情 另有导演对美幅画面色度的严格把控 更是将这部剧的逼格直接拉到了电影的水准上 女主虽先少穿画服 这浓妆 却丝毫不缺少惊艳众人的唯美画面 李依童的宋风美人 算是以本色杀出重围 诚然其不够雍容华贵 但却与剧情契合的恰到好处 只可惜 赫丽话亭里的陆文西还是不够惊艳 只能为列宋风美人的中游之位 拔得头愁者另有他人 明澜不敌赵盼儿 何情称霸榜首 提到宋风大剧就必须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大名 这部剧让赵丽颖收获泼风 也让观众过足了眼影 银宝五官饱满娇俏 眼神灵动 能在楚楚动人和灵力肃杀之间轻松转换 而明澜的聪慧睿智 咸压大度亦被赵丽仪诠释得很到位 出嫁前他素压寡淡 以窗而立之时 宛若兰花般轻利 大婚时他奉官朱花霞配红袍 眼眸闪亮 欢喜之情易于眼表 一位宋朝女子幸福的模样 就这样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了观众面前 赵丽颖将明澜诠释得宛如一颗深海明珠 虽圆润不露锋芒 却也不失璀璨闪亮的星光 大家风范的胆识与气魄一丝不少 即便遇上了一向以美貌著称的刘亦飞 赵丽颖也尚有一拼之力 说起刘亦飞在梦话录中的赵盼儿 也是一位敢爱敢恨 英勇侠气的宋庄美人 刘亦飞本就顶着天仙的头衔 古装造型几乎是次次惊艳 更何况这次赵盼儿的人物性格更有亮点 见即出身也让神仙姐姐多了几分展示女性妩媚的机会 那场醉卧床榻的戏码 盼儿白皙的皮肤光洁饱满 朱唇充盈 清摇眷善 这样的眼神不知撩拨了多少粉丝的心 如此美人 是从古话中走出来的 神行气韵不染半分尘埃 怎么看也不是钢筋水泥时代的现代人 刘亦飞将送风的美身指骨髓 随便撑一把指伞 一个抬眸都将将男女子的柔美烘托得恰到好处 再加上精美的服装以及饰品的点睛 神仙姐姐几乎复制了当年横空出世的古装女神 让人瞬间沦陷在她的送风美人面前 遗憾的是 刘亦飞台词和演技虽比之前有进步 但仍旧差些火候 再加上剧中人物崩塌太快 一边就封尘 一边又瞧不上封尘女子 让人多少有些观感不适 除了赵丽颖和刘亦飞男分伯仲 目前网络上也爆发了一场 关于知否和梦话路谁高谁低的讨论 也有人说都不行的 那么大家占谁呢 能夺得送风美人第二名的是 98版水浒传宗饰演潘金莲的演员王思逸 这部剧年代较早 浮化到野兽剧情所限 先少有华服和名贵饰品 装发也无法太过考究 但欲是这般欲能凸显演员自身的魅力 诚然 潘金莲这个角色绝不讨喜 但她的美貌却是流传于史书之中的 与西门庆出狱时 潘金莲清秀的脸庞 已然成了整部剧的惊艳之笔 另外 王思逸在演技上还是禁得住推敲的 剧中 不仅有其勾引小书武松的情节 他还跟西门庆有染 如何将这样的女性人物拿捏准确贴合原著 演员将功力都表现在了细节与眼神中 尤其是在其黑化之后 对镜梳庄时的眼神中 都能透着潘金莲的一丝阴狠之意 王思逸凭借这部剧衣炮而红 不仅其倾城的容貌被广大观众熟悉 这个蛇蝎般的角色也更加深入人心 让后来者难以超越 可惜 这部剧也成了他的巅峰之作 之后的作品少有水花 虽一直在拍戏却渐渐被大众淡忘了 撕心里 魏列宋庄美人榜首之人 同样出自九十八版《水浒传》 她便是李诗诗的扮演者 何晴 最具古典美气质的女演员之一 李诗诗是为极才华美貌与智慧为一身的女人 何晴贤净超凡温润如玉的气质无人能及 即便试着现代妆 我们也能从她的演播之中感受到沉稳如雅的古典之风 在《水浒传》中她头戴金簪 身着淡粉色长衫 肩若削成腰若约素 肌若宁之气质幽兰 把传世佳人的碧月修花之态呈现的唯妙唯笑 成了整部剧的经典 何晴也成了经典送庄美人的代表人物 成了那个年代炙手可热的演员 虽然后来她也拍过现代剧 但在造型上不及古装 更让人惊艳 都说百花争春方显春意盎然 各花入各眼也是人之常情 虽然送风美人美味都美 但放在一起就能品出高下 有人天生就如古画中走下来的绝代佳人 让人一眼难忘 即便年代久远 画质不够清晰 浮画到也不够精美 但演员自身的魅力却让后来者只能望其向背 自叹不如 确实 送风美人不单单是五官优越就能驾驭的 还需丰厚的文化底蕴方能让人折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